我现在觉得这个心里要有本根 要有根 就是说你看有些人气场很强 能量这个要有序性 那天有一个老师跟我讲 你看那个磁铁没有 你看磁力线 你把一堆铁钉子撒在那 这个磁力线它是有序的 就是说这个能量要有序 比如说哪怕是一个所谓保守的人士 我就像咱们今天所说的不改初心 我就守定一个咬定完食不放松 我守定一条 我最后呢到最后我能做成一件事 对啊 对吧 可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 就什么叫方寸大乱呢 就是如果你接受了很多东西 确实每条道路似乎看上去都很有可能性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气啊 它就不能集中 整天就是散乱的 似乎每天你完成了很多事情 应对了很多方面 但是呢似乎也没见到什么 可积累的一个一个可持续的一种进步 专注 就是专注 那这一代人呢 就是前不久还有记者的问我 就特别是当代文学这一摊 那么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莫言啊 石铁生啦 阿诚啦 这批作家 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当代文学 非常主流的作家 简单的说吧 40年都不过时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 鲁迅那个时代也就是十几年 等等等等 作家他们就像 就像文道说的 他比方石铁生 他就认住他一个力 对不对 他就要写他这个东西 那个莫言说 他十二十岁饿肚子的那个 那个感觉 是他创作的这个动力 所以你外界环境变了 他们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 他们是社会思想解放的先锋 现在呢 他们是某种 就是说文化 怎么来说 改革开放的守卫者 所以 为什么40年不过啊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人是与时俱进 但我觉得 你拍的这批人啊 不忘初心 这说法有意思 专注 专注于一 你就在家里看看那些石头 你看那些石头 就是一种定力 不是啊 你比如说 我玩这个 这个 这个 剁手的这个 我上了几天的瘾 上了几天的瘾 我估计你像有的人 那就是摆脱不了了 因为你知道 真的好便宜 我就发现 十块钱 其中一满足 这个网购啊 现在这个 五块钱的 十块钱的 这他能给你寄来 二十块钱的 一个小烟灰缸 也可以拿来玩玩 对吧 就是说 在很便宜的东西里 也能淘到宝啊 这就像是他们那个 玩古董的 捡漏嘛 有的时候 很便宜的 这个东西 也能选到好的 只要你有审美 有眼光 货币三家 又能七天无理由 退货 对吧 就是说 这是一种乐趣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 未来真的有可能 我们要警惕 进入这个游戏的时代 就是很低的成本 你以为 很便宜啊 我就是买错了 也不损失什么时间 可是你现在发现没有 你的一生啊 有多少个 二十四小时 你的时间 你的注意力 这个东西 比你掏的那个 十块钱买一个 要金贵多了 这个价钱 这是一个 非常需要警惕的事情 还有一条 你要想想 这么方便 是建立在骑手啊 那些骑手 目前的廉价 劳力的基础上 它不会永远的 对 这只是社会发展的 一个特殊阶段 他们啪啪啪 给你送来 你知道 但你的方便的前提 是满街的这些摩托车 对 我隔离的期间 要了一盒鲜肉月饼 送错地方了 送错地方 他送到另外一家店去了 我一打 这个店的老板 他说 好 没关系 我跟那个骑手讲 叫他重新送货 骑手哭着给我打电话 因为什么 这就叫他赔呀 你知道这一盒就八十几块 我估计他大半天都白做了 后来我说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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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死了 你知道 所以这些 怎么来说 不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对了 徐老师 你说的太好了 就是你看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这个 现代艺术的一个概念 我有一次在纽约街头 我就看见 我忘了那个 什么popular 什么cheap 就是它有几个概念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它是便宜的 对 流行的 为大众的 是某种程度上是就是说 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消费得起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就是价格在便宜啊 对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这个物流 因为量的原因 它把这个成本呢 摊得特别薄了 对吧 但是我不懂经济学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不对劲 它总是一定是最核算的 大学里的老师发牢骚 说cheap younger better 就是找年轻的老师 就是便宜的 年轻的 更好的 就是你知道这样的话 这个造成一个竞争啊 是但是无法阻挡的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啊 这个计算真是 你算不过它 我就发现就是说 过去你看 我们80年代的时候 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说的是服务态度不好了 感觉要提高服务态度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不是说商店里 就是贴助一点 本店不打骂顾客吗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感觉 这个商业服务提供的 太好了 至少我碰见的 因为呢 它有个打分机制 比如说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们经常碰见的是 服务员态度不好的问题 现在我发现 我碰到更多的 大家也有不好的啊 但是我现在 我感觉到 我碰见更多的 是生怕你有意见 生怕你不给我打五星 然后哎 您觉得我刚才服务还行吗 行那麻烦您挂了电话之后 给我打一个五星啊 就是 你看 可以说这个竞争 是如此的精密 而且有时候你说 这个好玩 从你订了一本书 然后趴这个手机上啊 您这个书 您这个书 已经到了杭州火车站 您这个书 我觉得有时候 你知道吗 也太过分 我到杭州火车站 然后你知道吗 很满足啊 你就感觉从杭州 然后这个货物已经到了哪儿 它画出一个路线图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跟玩那个电子游戏呢 你想的我买的这个哪怕是20块钱的东西 哎呀 你就想象着他从杭州 现在到了天津分拣站 然后又到了某个 这个反正送货员手里 然后现在到了北京大型的那个什么货厂 然后你想哎呦到北京了 很快就要到我这来了 我以后到哪儿 中间又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吗 你不由自主的跟踪着这个过程 可是我过了几天如梦方形 我需要知道这些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啊 你知道吗 你就全给绕进去了 他这个服务是更好的 其实更为你贴心的 可是现在你反倒要警惕了 这个东西你花了多少时间在里面 你的生活本来我应该琢磨琢磨 圆轴派的话题了吧 你的生命就在大星跟天津之间耗掉了 对对对对 哎呀 你想想看就是 当然他们这样做 对我们消费者是好的 应该表扬 但是现在轮到消费者 你要有充分的自制力 你这样的生活 你这么复杂 你不觉得你活得太复杂了吗 就是你要跟踪每一个物流 到你这儿 他就给你显示啊 他显示你 你很舍不得不看呢 我买这东西 对吧 你把这个手机在边上噔一响 噔一响 所以我就 你可以把提示关掉吧 我就由此 我有很多这个想法 你比如说你像徐老师 你像你们这个书 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腰风 你为什么要有个东西 因为梁文道的关系 对啊 这个腰风外边还有一个风 就是你看 现在的服务可以说是更好了 可是实际上你有时候想 有必要吗 这个砍发森林 浪费木材 浪费资源 然后最后都是扔了 就包括那么多的快递 那么多的快递都是有包装的 对 这个快递包装是不得了 这个包装啊 这个里边是塑料的 然后外边就怕它挤坏了 还有一个纸的 稍微大点的东西 甚至给我订木箱 我一天收到 你可以你要 噔噔噔半天 一个几毛钱 也不是一个几块钱的东西 也是一个包装 全扔垃圾桶里 那么 对 所以运输业应该提倡极简 对 我现在有点怀疑 就是说是不是 这是可持续的 难道能一直这么下去吗 我是觉得这个人力的运输 其中这一环 是不能持续的 就是很快这些起手 他们随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 随着他们的这个经济需求增加 他们不会愿意一直做这样 比较人工低的事情 我相信肯定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们要想别的办法 那也许机器人代替了 噔噔噔噔到你门口 这个信息论里面就有一句话说 信息的表达不能够超过信息本身 就是你如果把它转化成 如果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集合的话 比如你订一个20块钱的东西 那么你带你花的 对你花的表达 你的时间 你对它的关注 它的包装 所有这些 其实叫它信息的表达 超过了你这个信息本身 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像现在这个媒体 比它提供的信息还多了 媒体这个 渠道比它提供的实在的东西还多了 也是煞费苦心 你一打开 每天的那个新闻 都是十万个 为什么 某种 某什么人 跳楼自杀了 什么 全跟猜 猜题目一样的 就是 把我们看 说好听一点的 它吸引我们的兴趣 让我们点开 说的不好听 脑子有问题 它不能好好的讲一句 个性竞争 没办法的 我是有两个问题 我要讲一句 大数据的好话 好话就是音乐节目 那个Spotify 它的好处呢 是什么呢 来了以后 你定了以后 它每天根据你之前的选择 帮你重组这一天的音乐 从此 因为我以前买CD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第一首好听的 第二首不好听的 对不对 过两首 它来快 太快了 我这个心脏受不了了 所以常常有一个 要先听一遍 现在没了 因为它知道 我爱听什么 而且它把这一类的音乐 全集起来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每天给你翻花样 然后你再一看 它这个配方 是45万的人 已经选择了 68万的人 已经选择 在全世界范围里边 那说明很靠谱 所以好了 搞得我现在以为天下都是我爱听的音乐 其实大部分并不是 那这是一个好处 坏处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拿着手机 恩格斯说的 人的性格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们通过手机 我们的社会关系 高度集中在一个平面上 对不对 你认识的上千个人都在这里 随时随地 你可以通过声音图像沟通 天涯海角 你都可以见面 可是人心并没有变得容易沟通 你们觉得人心容易沟通吗 肖老师觉得呢 我也觉得我肯定不是抑郁症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我特别想 就是保持我自己 内心的那块 安静的那一个地方 但是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你通过手机 有没有距离更近 我觉得有 你比方说 我弟弟的孙女 我没孩子 他两岁多 我来给你按摩按摩 就一个同一身 对 从那个电话里 他妈妈让他说的 然后你觉得 哇 他从那个邯郸 开车开回成都 然后他给你表达一个 我来帮你按摩按摩 类似像这样的 他虽然很碎片 但是你听到一个小女孩 两岁多 你会觉得还是挺温暖的 人心温暖 对对 所以但是呢 我也觉得就是 大量的那样的一些资讯的话 其实你是有权利去回避的 我可以回应你 就是现在啊 一方面呢 你觉得你的社交啊 更多了 你天天在屋里社交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关在自己的屋子里 你越密切的跟人发微信 你就越孤独 这个时代啊 真的是进步 我也歌颂这个时代 你现在要让我回到 80年代 90年代 我也不要回去 因为真的是 人的能力在提升啊 你知道 现在通过这个这个社交媒体 我们可以做到以前 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比如就比如说 我做一个节目 随时都能开会 一个人就在就在手机上 剪片子 过去我都没法想象 你怎么可能不到剪辑房呢 现在就各自在家里 啪啪啪几个方向上的片子 你要修改 你要什么 及时完成 包括这个这个亲情 对吧 哎你看我我我我父亲 我我哥哥我弟弟 我们在几个不同的这个地方 家里碰见了什么大事 哗叫视频连线 然后呢 你你所以说 你让我爸都过在一块 你在他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 他觉得神 他觉得神奇啊 你比如说那天我开着车 我带他去看病 你要学会在老人的眼光上 你就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进步之大 他说为什么那个女的老跟你说 该左拐了该右拐了 我说 导航啊 导航啊 那女的 他说那女的 那女的在哪看着你的 我说在天上啊 他说在天上在哪啊 我说卫星啊 他说那在卫星 那卫星他光看见你这一辆车啊 我说不是啊 他看见所有的车 他还觉得 这个女的怎么能看见你走到哪了 左转右转 你可以想到在一个八十老人的眼里 这个世界 这多么 多么样的神奇 未来世界 对啊 未来世界 你比如说 我现在跑到深圳了 他在 他在北京 因为呢 他怎么吃饭呢 我就给他叫外卖啊 他说 那你在深圳呢 我说对啊 他说那个饭怎么就送他往北京来的呢 那不是在深圳 你还要 我才糊涂了 你知道吗 他说 那你就太划不来了 你在深圳给我买个盒饭 你还要坐飞机 给我送到北京来吧 我说不用 我在深圳 我就能给你叫饭啊 他怎么不能 他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他说 他说 那就手机就行了 我说是啊 他说那 他怎么就送到我门口了 哎 你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人类进步之大 所以我说 我绝对是歌颂这个时代 但是另一方面 我有哪觉得哪出了点问题 有没有看到一连串的外卖单 以后胃口不好呢 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要叫外卖 我肚子饿 我明明肚子是个饿的 可是那些 好好好 一路过来就没胃口 这是真是问题 有 有 有 就是 跟你到饭店吃饭不一样嘛 对不对 对 我父亲现在就是说 怎么不饿 什么都不想吃 我整天问他 你今天吃什么 咱们今天烧茄子 明天烘烧肉 后天什么 我跟你讲 我通过我讲我父亲 你就明白 为什么要简化 要简单 我父亲现在活得并不快乐 他八十多岁 你要知道就是他 每天就觉得麻烦 每天早上起来 我说你在这不挺好吗 他就紧锁眉头 他也是麻也好吗 麻烦 不是 因为你知道老人 这个在失能过程当中 大脑在萎缩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能够足以应付 这个世界的变化 比如说小孩 比我们现在更能应付 108路 他们那个都能应付 你中年人 你对付的 你已经开始要求简单了 你中年人已经对付不了 那么多路信息了 那么再大一倍 八十岁的老人 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 你比如说 我给他弄个血糖仪 按说是更方便 过去要扎手指 现在就是 啪一个贴片 拿着这个 随时一弄 就闪出你的血糖 有这样的机器 对了 可是呢 对他来说 过急了 我不用这个 我原来扎手指的时候 我自己就能测血糖 现在你要不在家 我就根本没法 我不知道这个 一按一按 他失控 他失控 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他需要简单 我们给了他更先进 更发达的东西 但是呢 他脑子算不过来了 他觉得太麻烦 吃饭他都觉得麻烦 就是哎呀 又吃饭了 里边还得打开几个盒 本来是极方便的事 因为对于老人来说 他打开那个截都很麻烦 打开那个盒都很困难 那么多的选择 他说最后他就说 你别让我选了 你什么也不想吃 你知道吗 这种程序上的改变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一种这个失控 你像我前一阵 我一直跟我妈说 我说我要给你换一台洗衣机 我说带给你买一个 带烘干的 就跟我急了 我说怎么不理解他们 为什么就不改变 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一定要你在家的时候 买进来 你给他教会怎么用 他说因为什么 他恐惧的不是 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科技 恐惧的是 你不在他无法去 完全控制这个流程 没错 这个恐惧 所以就您刚才说的 这个盒饭室 就是我们可能 我也觉得 就是所有外卖东西 他们说是一个中央厨房 有人说 就一股外卖的味 一股这种 你觉得是电子的味道 就是好像从外面来的 那来的王家沙 就不是真的王家沙了 你感觉到了 有一股电子味 但我也在想 比如说我最近看 那个大卫霍克尼 他就讲 他不是 他讲 就是说 有的人认为 就是拍 就有人是画画 然后等到有 这个复印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个灵光了 这个机械时代 就没有灵光 他说我不这么想 他说我就觉得 复印机是一个 很好玩的东西 他就研究了 怎么用复印机去创造 就他一张纸放进去 十几次了 然后他就是这个 来回应来回应 他创造出来这个东西 同样是 别的人是 无法去复制的 是一个艺术品 拍照也一样 他用这个 就是 那个一拍得 拍了很多很多张 拼贴 他看的时候 不是照片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种照片 这个决定瞬间的照片 它是我把它当做 一个拼贴 我拍 我就我拍您的脸 我拍出 好多好多张 拼在一起是一张脸 他也是一个艺术 他就老是在琢磨说 我能怎么去利用 这个科技 比如说他现在 就是这么大 这个年纪 然后呢 又是碰到这个新冠 他就在iPad上去做画 我觉得他这种精神 就很有意思 他不跟这种科技的东西 医术家 有越是创造陌生化 那是对的 就是你现在的感觉 通过一个社交媒体吧 通过这个科技吧 我能过好几个人的人生 我现在觉得就是 整天忙忙到够的 但是又乐此不疲 我还迷恋这个呢 我一点也没觉得烦 我就 但是我已经预感到 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就是说 你要不要有 反谱归真的那一天 甚至我觉得 我迟早也会像我的父亲 被这个时代 要这么发展下去啊 我们也有一天 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于是我们就会陷入 在那个那个 信息的这个 这个这个阵列当中啊 恍然不知所知 你根本就跟社会脱节了 你没法适应这个社会了 也许到那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又想 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 朋友圈 你刚刚说到这个 就是微信对人际关系的 有没有近还是远 朋友圈 我这有个什么呢 有时候我看 我很少发现 我看 发现这个 不是有人点赞的话 一定是你认识的这个人 你才能看得到嘛 你会发现 哦 这两个人原来认识 有些时候有些情况 就是我跟你说 这非常容易 他们认识 然后你 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这样出现的 对 然后你就想 我要知道 这干什么呢 很重要啊 肖老师你说 比如说这个照片 对吧 是不是也有一个叫 以简 欲凡 因为在那个极简呢 其实它是60年代 就是他们提出的 一个艺术形式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有很多人呢 就用这种 怎么讲呢 很抽象的线条 块面 去表达 去观看这个世界 我喜欢这个中庸 就是比如说 中灰色 灰 我喜欢丰富 那种所谓的高调 就是一小块 然后垂直 然后一个小人 这样子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 怎么怎么样 简单 那样的 当然它不叫简单 但我也有 但是很少 我就觉得 我也并没有完全追求 那种反复的复杂的东西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中庸是比较有意思的 它不落边 它在中间 很有意思 你看你这个选择 也是我的选择 我就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也别不跟 也别全跟 就在中流嘛 中流才是砥柱 就是 就像你说 朋友圈 我现在也已经关了 我现在不看朋友圈 但是我保留微信 朋友圈不就是微信里 你跟我爸 也是一辈的吧 但是有时候 你要不看我 那个朋友圈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 我说的危险是什么了 就是你可能会 错掉一个重要的信息 你没被看到 所以就是苦恼的 就是这个问题啊 你什么都不想错过 当然了 也许错过的 那个朋友圈 是让你大彻大悟 甚至是身家百万 但也可能失去的是 一场祸害 对 正好失去了 赛风失马 胭脂肺肺 你看中年人 和老年人的区别 没有网络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什么 现在你就生怕 你不知道什么 别人都知道 但实际上我觉得 就很难讲 你看到真的是真相 就是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 就是这个年轻人 才二十多岁 觉得自己很老了 我想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老有 更年轻的人被看见 就你想 你在网络上 比如说 就美国有一个小孩 七岁 搞那个开箱 评测那个玩具 七岁 人家就进 那个富豪榜了 那你不觉得老吗 你不觉得自己 就一事无成吗 因为越来越年轻的人 就是被看见的 这个年龄 越来越小了 过去 你其实真的是要 到某一个年龄阶段 你才可能被社会认可 或者被人家谈论 或者说你有资格 觉得我可以被看见 有什么作品了 或者怎么样 现在太容易被看见 那其他那些 没被看见 你觉得我老了 我没有 就我一事无成 但你真的是看到的是真相吗 还有那么多 跟他一样是七岁的人 你没看见 那或者说 其他的那些人 真实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 你并没有看见 必须要有所不知 才能有些地方值得更多 这是咱们几个人 今天在这个拥挤的时代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极简主义 必须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对 有所知 有所不知 对吧 你要找到这个分寸 既要享受这个时代 科技的这个可能性的福利 但是同时也要保持警觉 所以就像你说的中庸 它也不是极简 也不是极多 而是什么呢 接近那个简单